看看新闻网 我们也希望一旦出了事儿 作为至亲至爱的人 都是劝和不劝散的 但是话分两头说 虽然可怜天下父母亲 作为一个父亲的心情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当头一棒 也不能全打在媒体上 因为他们不是在导演一出好戏 戏是你们家儿子演的 他们只是在尽量地 陈述这个事实 我觉得我一个朋友 他在朋友圈发的一段话 我觉得说挺对的 他说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出任何的意外 其实都是可以想象 也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为公众人物 你就得在道德层面 接受更严苛的考量 不逃避 不推卸 出了事以后 直接去面对 再烂的人和事 都交给时间去处理吧 也希望把这些话 送给相关的当事人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他 到底应该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希望他能够站出来给一个担当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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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